下次我們來關心 公費流感以風車已經開始住下 在台中市 今天再去 就有社區的外交中心 有事大白堆去住下 因為流感疫情 現在又漸漸的 漸漸的升溫升官 暗算是11月份的時候 就進入高峰期 所以衛生單位也提起 六十五歲以上的事大 也還有高峰欠續軍 那時可以就要趕緊去住 人客慢慢晚 大家耐心白堆 台中市公費流感疫苗開住 三好再去探助区 加護理社區外交中心 就有獎勤百位的中價來租疫苗 希望提升保護力 經過這關市感染的資料 今年已經累積七百二十八 流感感染的個案 一百五十六的人死亡 台中市今年是有六十一的 流感感染 九的人死亡 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明顯新聞 台中市衛生局這次是 採降八十一點一萬多 流感疫苗 其中七十八點八萬 這提供給公費對上來租 採承九費 承輸用的原則 讓民眾隨機來租 不一樣搶牌的疫苗 因為就要進入十一月的高峰期 讓民眾是趕緊來租疫苗 那預計在十一月份 會屬於高峰期 因為流感疫苗接種 平均大概兩週左右 才會有保護力 所以會呼籲我們長輩 可以的話 盡量就開始前來接種疫苗 市府的分改端 煮公費流感疫苗 一直到使用完遺跡 民眾可以 一萬六二翼 下廠是全廣國區的 衛生所 合用因素來租 無受就好 一萬多 記者台中報讀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